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995集 上官汐儿瞥了他一眼 冷冷一笑的 那便按照你的计划执行吧 将那天雷城的民众都引入远古摩地之中 作为养量 彻底开启远古摩地 大人英明 黑影连笑了起来 属下马上就去办 袁天万急忙地恭敬说道 天雷城 人声鼎沸 热闹非凡 虽然各大势力强者在雷霆之海中发生了大事 但是这件事 只有在几大势力之中流传 一般势力中 知晓的人却是很少 此刻在天雷城的东城一座不小的酒楼里 一些舞者正在一起海破天空 从天南谈到地北 无所不谈 我说 你们知道吗 害羞会的那个柴会长 的确是个人物 我跟你们说 虽然知道魔修楼 不好惹啊呢 可是为了救人 还是直接就冲向魔修楼了 你可谁知道 我跟你说 当时在场的不仅有魔修楼的人 还有我们天雷城 赫赫有名的什么 辽中社会 那两大势力的高手 将黑修会的人 一下子就给包围了 我跟你说 那声势冲天 你们猜 最最后怎么了 一鸣喝的脸色 有些泛红的瘦小男舞者 激起了弹性 唾沫横飞地说 果然 他这个消息很是震撼 立即就有很多 刚回天雷城不久的舞者 激动地看过来 甚至有人急起到 哎 后来咋了 那脸色泛红的瘦小男舞者 倒是没有卖关子 更是将一壶酒全部喝下 这才说到 我跟你们说啊 那黑修会的陈会长 身边的护卫呢 宫里通天 虽然魔修楼和刘中生会 会有不少的五弟强者 我跟你说啊 那可是在 黑碑大人的眼里 那就是跳梁小丑 黑碑大人呢 那甚至连珍宝都没拿出来 他真远大手就这么 就捏死了辽中生会的 鲁沙会长 那个威风 那厉害啊 这不大可能嘛 辽中生会的鲁沙会长 那起码也是巨拨无体啊 如此人物 怎么会被真远大手给捏死呢 已经吹牛逼 而且还是堂堂辽中生会的会长 那以鲁沙会长的身份 身上岂都没宝物啊 立即有人就带着疑惑地问了出来 那个瘦小的男舞者 可能知道自己说漏嘴了 赶紧一拍桌子说道 小二 没酒了 开 开他上酒 说完 他又不屑地 对提出疑问的舞者说 不可能 那是因为你不知道黑碑大人多厉害 那是修为通天的人物 你懂吗 你是九天五帝吗 你他娘连九天五帝都不是 所以我说呀 你呀 就是个井底的蛤蟆 那名提出疑惑的舞者脸色胀红 可是他依然反驳他 就算我不是九天五帝 但也看过别的高手施展这元大手啊 那也不至于一下子就捏死辽中商会的鲁沙会长嘛 寿校舞者更是不屑地道 别的舞者 别的舞者怎么能和黑碑大人相比呢 我告诉你啊 那黑碑大人的修为 起码是巅峰五帝 不对 我想想啊 那甚至比巅峰五帝还要厉害呢 甚至是传说中的那个 那个叫啥来的 圣者静呢 我们天舞大陆 已经上万年没有出现过圣经高手了吧 因为瘦小男舞者说话的气势 别人总算是提出了疑问 声音也是小了多 瘦小的男舞者毫不在意地说道 那就是巅峰五帝吧 我记不太清楚了啊 当时我只看到那剑气纵横 然后空间就撕裂了 那一场大战实在是惊天动地 刚才他还说 傅乾坤用的是真元大手呢 那传眼间就成了剑气纵横了 空间撕裂 哎呀 不过酒楼里面的修士啊 都是刚是天雷城的一些普通舞者 倒是也没人出来反驳什么 在酒楼的角落里 坐着一名身穿黑色斗篷 脸色有些僵硬丑陋的男子 他听到这名瘦小舞者说的话 眼睛里立即露出了惊喜 正当他想要询问瘦小舞者的时候 又一名老者说道 这位朋友说的虽然是事实 但是却也太过浮夸了 老夫当时也在场 那黑碑大人实力的确通天 面对鲁沙会长丝毫不拒 抬手就将规则大道 变成了一道锁链一般 急下子就抽死了 辽中山会的鲁沙会长 等时鲁沙会长也不是不想反抗 但是他的半月拨珍宝和护盾 在黑碑大人的进攻下 轻易就被轰碎了 这才急忙求饶的 可是呢 这黑修会的黑碑大人 根本就连理会都没理会 他就随手给他杀了而已 依我看呢 这黑碑大人的修为 起码也是个巅峰五帝 也就是我们天雷城最顶级势力会长 那个级别的 听说那黑碑大人是黑修会 陈会长的护卫 那黑修会的陈会长叫啥呀 以黑碑大人的修为 竟然甘愿做此人随从 这个时候 突然有人焦急地提出了疑问 这句话直接问在了点子上 也是正坐在角落的陡旁人想问的 很明显 他感觉老者说的话 比刚才那瘦小五者要靠谱得多 那老者点点头 不仅不慢地说道 这一点嘛 老夫也想不明白 那黑修会会长听说叫陈青 想来呢 应该是某个大陆逆天势力中的顶级人物吧 而黑碑大人呢 是那势力中的高手 所以才会听陈会长吩咐吧 陈青 秦陈 没有人看到问话的斗篷人 在听到这个名字之后 握着的筷子 手在颤的 内心显然是处于无比的激动之中 这老者说的靠谱多了呀 引来的惊叹声反而更多了 他们中 不少人听说了天雷城多了一个黑修会的事情 并且那黑修会还把辽中商会和摩修楼给灭了 但是具体的经过 却很少有人讲述给他们听 如今有人在这里讲述 自然吸引了很多当时不在场的物者关注 诶 听说摩修楼也有后台 难道就没人找黑修会的麻烦呢 这个时候又有人问了一句 大家都听说过摩修楼有后台 但是到底有没有却是没人知晓啊 更何况这黑修会灭了摩修楼之后 居然得到了天雷会的青睐 摩修楼背后之人 总算是要报复这个恐怕也很难吧 老者摇了摇头 而就在这时 酒楼下突然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然后一名同样身穿斗篷的老者 脸色匆匆地冲上了酒楼的二楼 那面容丑陋的黑兽斗篷人 看到了来人之后 脸上立即就露出了惊喜的表情 豁得站了起来 可还没等他来得及开口呢 那斗篷人已经快速地来到了他的身边 对着他低声道 快走 那些人追上来了 话音落下 那人头也不回 从酒楼的另外一个楼梯 迅速地走了下去 然后离开了酒楼 可他刚一出酒楼 几名气势不凡的舞者 已经将他给团团围住了 将那斗篷人瞬间包围在了中间 两个小小蝼蚁 得罪了我魂天生会 居然想从我等手中逃走啊 不自量力 领头之人的身上 顿时散发出了可怕的杀技 竟然是一名初期巅峰无敌 而他的身边的两个人 其实同样不凡 亦是九天五地强者 那个斗篷人冷哼了一声 双手横塞了胸前 气势同样磅礴而出 居然也是一名初期无敌 只不过 他的身上气息起伏不定 显然是受了伤的 嘿嘿 居然还敢反抗 说 你们中 另一个家伙在哪呢 魂天生会的高手冷哼一声 杀气腾腾 目光英质 要他救他 费那么多话干什么 斗篷人声音有些嘶哑地说道 瘀器中带着坚决 嘿嘿 还挺有情意啊 可笑 就算他隐藏又能隐藏多久啊 小小的巅峰五皇而已 在这天雷城里 还能逃得过我魂天生会的追杀 乖乖他们出来 交出东西还有活路 不然 你们两个全都得死 那魂天生会的高手极其不屑的了 此刻 不少人已经被这里的动静给吸引了过来 看到这样的场景 不由得议论纷纷 哎 魂天生会啊 这可是个老牌上会了 居然准备在天雷城里动手 胆子也太大了吧 自从上一次黑修会的事情之后 天雷城之中动手之人越来越多了 那都是小征的 没看到这两帮都是高手嘛 那斗篷人以前没见过 但是看气势不简单 不会也是五帝高手吧 魂天生会 别重蹈了辽中商会的负责啊 去 你以为所有人都和陈会长和黑背大人那么厉害啊 哎呀 这家伙倒霉了 惹谁不好去惹魂天商会啊 这不是自己找死吗 各种议论之声不绝于耳 五帝强者在天雷城虽然很多 但是绝大多数五帝强者的严重 那也是最高等级的存在了 更何况其中一方还是有魂天商会在的 现在魂天商会要杀人 根本没人敢说出来半个步子 更不用说出来阻拦了 所有人都只为了那斗篷人 在天雷城一定得低调 就算是五帝高手 也会容易会一不小心 得罪不该得罪的势力 之前在酒楼中的斗篷人 此刻站在酒楼的二楼 看着外面街道上的一幕 脸上带着焦急和紧张 他不是别人 正是前不久刚来的天雷城的黑奴 而下面的那个斗篷人 则是大悲老人 他们两个当初被执法殿盯得最紧 好不容易才脱离了执法殿的追踪 赶来了雷城 前往天雷城 可谁知道 就在前往天雷城的过程中 他们无意中发现了一处宝地 得到了一件宝物 是一枚能让九天五地洗涤真元的九级帝国 只是他们还没来得及激动呢 就被魂天商会的人给盯上 要求他们献出帝国 如果只是交出那帝国倒还罢了 魂天商会的人 看到了他们两个人似乎没有组织 更是强行要求他们加入魂天商会 为魂天商会服务 甚至要控制他们 这让黑奴和大悲老人如何能忍 大悲老人在摆脱了执法殿追踪的时候 本就受伤 极为需要这帝国来洗涤肉身 更不用说是魂天商会还要控制他们了 黑奴和大悲老人拼着受伤逃了 当年他家族被灭 他一个少年穿越危险重重的山脉 靠的就是这种在危机时刻 临危不惧的天赋 此刻脑海中更是疾似电转 黑修慧 对 就黑修慧 黑奴这个时候脑海中瞬间 闪过了之前在酒楼中听到的消息 他的心脏砰砰乱跳 之前他就感觉 这黑修慧和秦晨说不定有某种关系 本想事后先和大悲老人去探查一番的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 只能是死马当火马医 去黑修慧求援 想到这里 黑奴万分果断 迅速地从后门离开了酒楼 问清楚了一个方向之后 急忙地离去 黑奴心急之下 并未仔细地隐藏身险 在离去之时 没能看到酒楼四周 一道目光锁定住了他 露出了意外惊喜之色 街道外 大悲老人时刻关注着黑奴的动态 发现黑奴已经离开之后 松了一口气 哪怕是他死了 只要黑奴还活着 那就足够了 这段日子的逃亡 他早就将生死给看透了 大人 我们发现另一个家伙的踪迹了 可是大悲老人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呢 就看到了一名浑天商会的弟子 匆匆走了过来 迅速地在那领头的初期巅峰五帝面前恭敬地说道 好 很好 那领头五帝大喜不意 马上派人给我盯着他 务必要将那个人给拿下了 是 这弟子迅速地带人离去 直接追踪向了黑奴所在 这段日子迅速地带人离去 这段日子迅速地带人离去